没有蓝色的隔离板 只是病床所有的病床都是整齐的摆放中 而我们今天到了现场之后 我们发现了增加了蓝色的隔离板 这个就更增加了病人与病人 每个区域之间的相互感染 相互传染的机会 这个几率就减小了 我昨天在直播当中说了 因为昨天大家都是出道 包括我们的国家紧急应急医疗队也是出道 所以他们只是简单区分了 这个场地的男女区分的划分的区域 但是今天他们经过一页的研究 又把这分为了一等二等三等的 按病情划分的区域 考虑到男女的病人 因为在住院头也有男女病房之分 但是他们还是进行了这样的 就细化了这个隔离区 好 现在网友们我们已经把双手窗打开了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画面和今天的画面对比 我们现场又进行了真的是完善 完善很多 这个蓝色板子达到了真正的是隔离的效果 就是大家相互不打扰 然后刚才医务人员跟我介绍说 我们每一个区域之后还要进行以颜色区分 今天收治病人的这个病情的情况 虽然是疑似虽然是已经确诊 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会把它分纳 归类分纳之后把它安排在不同的区域内 这个检疫房是二次检查的 这么一个临时搭建的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一个 我们看到了已经有放上水盆 昨天在这个大的区域内 没有进行上水下水的处理 包括污染处理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紧锣密鼓的 进行这些上水下水 包括洗漱的处理 我们知道在医院里 其实包括我们的 其实自己的住家也有 这个水池上水下水 这是每个人必备的 那么经过一夜 我们又重新改装之后 就增加了这间房间